行动是最有利的语言 对台独零容忍 打台独不手软 共军在放狠话 恐吓台湾也呛吓美国 中方强调 发展两军关系是有原则的 根据美方军媒新条起报认为 裴洛西打算访台 正陷入第四次台海危机 台湾历经三次危机 分别是1954年93炮战 1958年823炮战 以及李登辉以台湾总统身份 首度访美 引发96飞弹危机 现在可能出现第四次台海危机吗 过去中国碰到这样的情况 蛮常会发出类似的声明 那所以对于这次来说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比较平常心 很习惯中国有这样子的评论 所以没有到特别紧张 根据华府智库两岸专家 葛来仪投诉纽约时报认为 美中可能因此爆发军事冲突 建议裴洛西延期访台 他去访问台湾的话 那我可能就是把中国这个统一进程 可能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嫂 我们也非常欢迎佩洛西女士 以个人的身份去访问 白建市民的反应 跟北京官方很一致 而我国政府态度维持低调 哈佛大学台湾专家认为 将佩洛西访台等同第四次台海危机 是在操弄恐惧 TV新闻科生长全文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